7月1日 新造车企业1月1度的销量比拼再次上演 半年考也陆续交卷 造车新势力方面 理想汽车蝉联交付榜首 并首次单月突破3万辆 领跑汽车 得扎汽车紧随其后 依然保持在万辆水平 蔚来汽车继连续两个月垫底交付榜单后 6月重回万辆俱乐部 小鹏汽车尽管环比微增 但未突破万辆 传统车企孵化的新能源品牌方面 爱安已连续4个月突破4万辆 极客汽车销售突破万辆 同时非凡汽车 蓝图汽车 合创汽车等也公布了6月交付成绩 随着大量有竞争力的新品推出 价格促销力度不断加大 消费者的购买热情逐步释放 我们预测2023年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为850万辆 侠义乘用车销量为2350万辆 年度新能源车渗透率有望达到36% 全国成年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6月理想首破3万 未来小鹏互换位置 具体来看 今年以来 稳坐造车新势力月度消贯的理想汽车 在当下新势力阵营中已遥遥领先且优势明显 6月理想交付约3.26万辆 月度交付量首次突破3万 同比增长150.1% 今年上半年 理想汽车总交付量达到13.91万辆 已超过2022年全年 第三季度 理想L8和理想L9的交付目标是每月过万辆 理想L7挑战1.5万辆月交付目标 今年四季度挑战4万辆的月度交付目标 此外 理想汽车Megger将于第四季度发布 我们有信心该车将成为50万以上乘用车销量第一的新报品 理想汽车董事长理想在理想成立8周年全员信中表示 2025年做到豪华品牌20万元以上乘用车销量第一 交付达到160万辆的目标 攀升至第二名的是领跑汽车 继5月重回交付量过万阵营后 6月领跑汽车交付1.32万辆新车 同 环比均实现增长 创交付历史新高 据悉 领跑C系列车型交付超1.16万辆 占比超87% 其中 领跑C11车系交付超8900辆 提高C平台车型的交付占比 尤其是C平台的增程车型 是领跑汽车今年第二季度交付状况的主要特征 2025年 可能汽车行业格局已定 必须要在这个阶段之前有一席之地 领跑科技创始人 董事长朱江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采访时表示 现在是拼杀阶段 对一个企业来说 这是一个在增长的市场 量是更重要的 首先要保证市场占有率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了解到 领跑汽车内部定下的目标是 今年要比去年销量翻一倍 2022年 全年领跑销量突破11万辆 这意味着领跑汽车今年将挑战销售22万辆新车目标 今年1至6月 领跑累计交付4.45万辆 要在剩下的半年内实现17万辆左右的销量领跑 任重道远 哪吒汽车紧随其后 6月 哪吒汽车全系交付1.21万辆 同环比均出现小幅下滑 今年哪吒汽车将全力布局海外市场 哪吒汽车6月海外交付1201辆 今年上半年价格债异常激烈 但并非所有的车企都选择加入 像我们这种新创公司 不能盲目参与价格战 哪吒汽车联合创始人CEO张勇认为 如果产品没有毛利 企业没有足够的现金流 盲目的陷入价格战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任 卷两年之后 你不在了 买了你车的用户怎么办 在他看来 既要保持产品拥有足够的竞争力 也不盲目参与价格战 6月蔚来汽车销量回暖 共交付新车1.07万辆 环比增长74.0% 重回万辆俱乐部 其中SUV车型交付6383辆 轿车车型交付4324辆 此前面对销量不振 蔚来汽车董事长李斌 甚至抛出了月销卖不到1万辆就要去找工作的言论 今年上半年 蔚来汽车累计交付约5.46万辆 蔚来当月销量有所起色 与其6月权益调整不无关系 6月12日 蔚来宣布 调整全系新车的价格及首任车主用车权益 降低了购车门槛 此外 蔚来方面也透露全新 ES6已于6月完成产能爬坡 7月交付将加速 小鹏汽车以8620辆垫底造车新势力6月交付量排行榜 环比增长15% 其中 P7车型总交付环比增长17% 不过小鹏汽车已连续半年未突破万辆 据其2022年预销1.5万辆的高光时刻仍有差距 随着小鹏G6的上市 溃于谷底已久的小鹏或许等来翻身的契机 6月29日 小鹏G6上市 新车定位中型纯电SUV共推出五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为20.99万至27.69万元 相比预售价22.5万 入门价直接拉低至近21万 与G9上市时 繁杂混乱的配置选装导致翻车相比 G6的配置与价格组合简单很多 小鹏有信心在两个月内 将小鹏G6做到25万级SUV的销量冠军 小鹏汽车董事长 CEO何小鹏表示 G6的主要销量将来自于中间三个配置 最终均价会接近25万元 在20万至25万元这个区间 我们会不断地向混动的第一 油车的第一发起挑战 何小鹏的底气或许源于小鹏G6的订单量 自6月9日开启预售以来 G6的订单量已突破3.5万 创二代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造车新势力们6月销量环比增长之际 传统车企孵化的新能源品牌 也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广西爱安6月销量为4.5万辆 同比增长86.7% 以示其今年连续4个月销量超过4万辆 今年上半年 爱安累计销量超20.93万辆 同比增长109% 爱安旗下高端品牌浩博的首款车型 Hyper GT将于7月3日上市 其预售价格为21.99至33.99万元 广西爱安总经理谷惠南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3年 爱安的销售目标是保50万 挑战60万辆 2025年 争取到100万辆 包含出口 2030年 达到150万辆 目前来看 爱安已完成年度销售目标的41.9%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6月28日广西爱安宣布正式进军泰国市场 并与泰国首家经销商代表警惠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按照计划 广西爱安将于今年内在泰国成立东南亚总部 同时 入泰车型的本地化生产 也已在筹备当中 极客汽车6月 共交付1.06万辆 同比增长146.9% 环比增长22.4% 连续5个月同 环比双增长 极客 CEO安宗会表示 今年极客001 009 及极客X三款车型 预计分别交付7万辆 3万辆 和4万辆以上 全年确保14万辆的交付目标 2024年 2025年 极客将累计新增4款车 2025年 实现8款车 支撑全年65万辆的销量目标 同样 极客也在加速海外布局 6月28日 极客宣布 极客001 及极客X两款车型 正式开启欧洲预售 将率先于瑞典 荷兰两地开售 预计年内开启首批交付 蓝图汽车也公布了6月交付数据 当月交付3003辆新车 同比增长150% 今年上半年 累计销量突破1.5万辆 对于销量 蓝图有更高的要求 希望今年的销量 在去年基础上 能够翻一至二倍以上 这是底线 蓝图汽车 CEO卢放 此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采访时表示 按照卢放的要求 今年的销量目标 在4至6万辆之间 此外 6月非凡F7交付量为 2336辆 合创汽车 6月交付量达 2675辆 不过 截至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发稿 以往也在 每月1号披露销量的问界 深蓝汽车 尚未公开数据 成联会数据显示 6月狭义乘用车 零售销量 预计183万辆 环比增长5.2% 其中 新能源零售67万辆左右 环比增长15.5% 同比增长26.0% 渗透率约36.6% 成联会方面表示 总体来看 6月车市有所回温 月初市场需求略有回落 中旬随着618促销活动的开启 地方补贴的发布 以及端午节到来的影响 车市热度有所回温 各厂商和经销商 为冲击半年目标 积极开展各种促销营销活动 地方性补贴 迪加企业半年度充量双重优惠 支撑终端零售环比持续升温 今年以来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多位车企高管表示 当前中国车市正进入激烈的淘汰赛 在这一淘汰赛中 头部车企如特斯拉 比亚迪等 推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价格 以增强头部效应 传统车企如长安 长城等加速向新能源汽车转型 全球汽车巨头大众 丰田等宣布 扩大中国研发话语权 并推出更适合中国市场的新能源产品 被调队言论裹挟的蔚来和小鹏 则通过降价或下调新品售价 以求扭转颓势 尽管近期车市逐渐出现回暖迹象 但价格战不一定会因市场的复苏而结束 有车企高管表示 当前市场极度混乱 很多车型一看就是没有利润的 但是大家都在卷价格 为了生存不择手段 中国汽车行业洗牌加速 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现存148个汽车品牌 其中中国品牌114个 外资品牌34个 其中20%的头部企业 掌握着超过90%的市场份额 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认为 未来三年内 中国市场会有70%的品牌 面临关停并转 广西集团董事长曾庆红也指出 中国汽车市场 未来可能只剩下五个玩家 在业内人士看来 当前的竞争阶段 已经不再是依靠一两个爆款车 就可以活下去 企业需要持续的现金流 和可用于市场竞争的现金储备 拼的是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 质量 规模 体系能力等 感谢观看